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原來在3月30日時 有一架解放軍駐港部隊的直升機 在大南郊野公園上空失事 不過這個消息一直隱瞞 至到3月31日時 才由政府的新聞處代為發佈 到底這件事是甚麼事? 我們先看看政府的聲明怎麼說 解放軍駐香港部隊的新聞發言人 韓游宗教說 在3月30日下午 駐軍一架直升機在大南郊野公園一帶 執行飛行訓練任務時失事 目前原因正在調查當中 而保安局的發言人說 在31日收到駐港部隊的知會 特色事件 事故並未涉及任何民居受損或市民受傷 駐軍會根據駐軍法處理和調查事件 保安局會繼續與駐軍了解事件 現在還未知道有沒有軍人傷亡 亦不知道失事的直升機型號 這真是比較奇怪 發生在香港境內的事 為何特區政府似乎是一頭霧水 你到底有沒有與駐軍作出有效的溝通 根據立法會議員朱凱迪所說 由事故發生至對外發放消息 中間隔了二十幾三十個小時 可能有些公眾需要知道的資訊 就已經不知用什麼方式消滅了 這件事涉及到公眾安全 加上在香港主權移交之後 解放軍最嚴重的意外 他擔心平日解放軍都有做開演練 包括發射槍炮、直升機巡邏等 演練密度非常高 擔心這些意外會重複 而且不知道機上有沒有什麼有毒物質 一旦墜毀可能影響到居民的人身安全 故此他認為立法會需要問問特區政府 究竟解放軍是何時將這件事告訴特區政府 當解放軍告訴特區政府之後 為何特區政府又隔這麼久才對外公布消息呢 我覺得這些事真的要去查詢一下才行 沒有理由隔這麼多個小時才說 因為當出現這些事故的時候 同時也會有機會發生一些氣體或液體的洩漏 而這些氣體或液體又有機會對人體有損害 到底特區政府面對這些可能發生的事故的時候 有什麼應變計劃呢 而特區政府和駐港部隊之間 到底有沒有保持著有效的溝通呢 在發生事故以後 駐港部隊隔了多久才通知你特區政府呢 這一連串的問題 特區政府都必須要解答市民 不能夠再和嘻泥 這些意外有一次就會有第二次 當第二次發生的時候 你是不是又這樣等呢 拖自決呢 其實完全沒有處理過問題 好了 接著就想說一下831事件 發生了七個月了 昨晚在太子地鐵站出口附近 就有大批的警察在報防 完全是無厘頭的 根本上一整晚都沒有發生過任何衝突 好了 這班警察怎麼都要做些事 竟然間就去砌生豬肉 而其中一個受害人 就是民主黨的南區區議員陳寶明 根據陳寶明議員在Facebook益述 他就說當時他是在太子附近一帶 無緣無故有一條警察就走到他身邊 就說要搜身了 不關事的就快點扯了 那麼陳議員幫著一些手足有什麼事 所以就開著鏡頭來攝錄 一轉身一 另一班警察就湧過去說 全部都要搜身了 一搜身完身以後 當然沒那麼順滩放他走 竟然間就要他和另外四個圖人 就拍在一起並排 並排做什麼呢? 警察就開鏡頭了 拍片 就說你們這五個人違反法例 多過四人集會 要票控你們 每人罰兩千元 再被警察抓到的話 就要去坐48小時 還問你們這五個人明不明白 那麼陳議員就說 喂 隔壁那四個人 是老人 我不認識的 這些簡直是瘋 瘋過砌生豬肉 剛好和不認識的人站在一起 倒拉 那就是明屈 不用立二十三條 這就是陳寶明議員的益術 這些簡直是離譜了 喂 你所謂五九九章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這樣來用嗎? 這些很明顯就是 以防空為名 就是行打壓抗爭之實 對不對? 如果這條法例在一個民主和自由的社會當中 恰當地來執行的話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由你特區政府拿了上手 利用這條法例立很多的無厘頭規則的時候 就變成有問題了 問題就在於 執法權是在這班前線警察的手上 那他就可以濫權 他就可以選擇性執法 你這五個人 人家都說明是互不相識 那你為什麼要告他聚集呢? 對不對? 根據官方天馬台的Facebook 你自己都寫明了 是否屬於聚集呢? 要視乎個案的情況而言 例如 到底這班人是否有組織呢? 聚集的人之間有沒有互動呢? 聚集時間的長短又如何呢? 一般而言 群組聚集的定義就是 一班人為了特定的目的而聚集 人家都說明是不懂的 是否才是走過的 是路人來的 那你還抓他? 這些是不是濫權呢? 而且你這班人就是選擇性執法 昨晚粉嶺的圍村那裏 有些鄉紳擺走百多人 為什麼純粹只有一個口頭警告就算了? 那些你不去票控他? 百多位委託二千元 很和美 那裏罰成廿皮 對不對? 很離譜 那些警察夠膽進去圍村執法嗎? 看到鄉紳是你的腳軟 對於那些在球場打球的年輕人 就來鬼委託兩千元 立即票控了 已經被人登上Facebook了 你這麼有空去那些地方執法 麻煩你做一些正經一點的事 對不對? 好了 昨晚這個太子站 根本上都沒有什麼人 對不對? 已經是非常時期去到這麼嚴峻了 又要找幾個人來抓 對嗎? 你在做什麼? 為什麼互不相識的你都抓呢? 這五個人之間做了什麼行為? 令到你覺得他在聚集中 你可以出來向市民解釋一下 請問你執法的標準在哪裡? 為什麼在圍村那些你不執法? 4月4日清明節 星期六 你會不會執法? 你守住了各個山頭 三萬五千七百隻警察 凡親看到哪個超過四個人拜山 馬上衝去墳頭那裡 問問他們 到底你們這些人 是否全部都住在同一個單位 如果不是 就在人家的墳頭面前寫告票 告別人也笨 委委罰兩千也笨 你這麼有空 這些人都愚蠢 應做的你就不用去做 你整個特區政府都是不務正業 離了大譜 麻煩你做一些正經事 拉賊不見你這麼快 那時候在旺角那些 打劫金譜、打劫標譜的你抓了沒有? 在屯門差館附近務警 困了百整包錢的你抓了沒有? 應做的你就去做 不應做的你就做了十足 在太子那裡隨便找五個人 叫他並排在一起 就說人家是四人以上聚會 真是愚蠢 委委罰二千 那就是一筆東西 真是離譜 最後就想說一下 這個特區政府說會安排專機 接濟那些滯留在秘魯的港人 星期五將會經倫敦轉機回香港 費用就需要自負 這個我就同意 不是同意他安排專機 而是同意那些費用自負 你安排專機 我其實從頭到尾都反對 因為這班人在出發之前 其實都已經知道全球大流行 已經知道了 他們出發之前 對不對? 二月二十幾號還不知道? 有沒有看新聞? 當然很多人會有辯駁 哎呀 他們給了團費 一年前已經報名了 請了假 這些就是後果自負 現在就拿苦離身 對不對? 好了 現在特區政府說安排專機 原來就是費用自負 這樣沒有問題 對不對? 這件事很公平 因為當你知道這麼危險的情況 如果香港仍然出發的話 當然你就是要付相應的代價 這件事是公平的 如果不是 每次都安排免費專機的話 就等同於鼓勵市民 這樣不負責任去旅遊 眾言現在的國際航班少之又少 但是仍然有些國家 是沒有對於香港 採取任何的入境管制措施的 在這樣的情形下 如果不採取一些嚴厲的措施 你怎麼可以使得那些人安安分分地留在香港 只是說撤了14天的居家隔離 根本上就沒有任何阻嚇性了 有些人喜歡去旅行 好了 現在告訴你 就算到期時沒有航班 都不會接你了 就算接你也麻煩你自費 還要付多少錢 這樣就對了 這就是發放了一些正確的訊息給全港市民 就是不鼓勵所有的不負責任外遊 其實就等同於不鼓勵外遊 因為在目前的環境下 去旅行外遊都是不負責任的 全球大流行 對嗎? 所以這次要付錢 我覺得是對的 做得好 做得好你要賺 他鮮有做得好 讚一下 不怕 因為他肯定要做99個壞事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